特朗普为了劝英国放弃华为,简直费尽心机,顶着25万人次的抗议活动访英。 昨天连他看好的保守党领袖也在大本中上当众说特朗普的坏话,还循环辱骂他。 面对这样的重重阻碍,特朗普不但没有灰心,还拉出自己远方好友,澳大利亚一起来劝告英国。 焦头烂额的澳大利亚官方这两天居然还真的就配合着要求英国封杀华为。 为什么说澳大利亚官方现在焦头烂额呢? 因为昨天澳大利亚版棱镜门被彻底曝光。 澳大利亚果然是美国坚实的后盾,对美国来说不但可靠还有样学样。 去年4月,一名澳大利亚记者瑟斯特曝光了该国的网络间谍部门澳大利亚信号局。 计划通过一项监听本国居民的计划,以此来提升自己的管理权。 更好的控制国内,根据当时进一步的曝光来看。 澳大利亚甚至还打算给他们的网络情报部门赋予强制性的权利。 澳大利亚的国防部、内务事务部,以及澳大利亚信号局。 当时开了最高级别秘密会议,打算扩张澳大利亚信号局的权利。 令该部门可以更加自由地在澳大利亚国内对澳大利亚公民的电子邮件。 银行账户以及短信展开监听行动,而且不需要再去申请许可和报给司法不偿。 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都必须配合和服从。 而就在前天澳大利亚警方在瑟斯特上班之前,冲进他家里进行抄家。 并在他家里逗留几乎一整天,他的电脑、手机、笔记等均遭到搜查。 给出的理由是该名记者擅自泄露国家安全信息,这是正当调查过程。 而根据他的回忆,如果真要给他扣上泄密的帽子,也就只有2017年揭露澳大利亚信号局的这件事。 这次的秋后算账遭殃的不仅仅有这名记者。 澳大利亚整个媒体行业都在黑名单上,首先就是拿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开刀。 同一天中午11点,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就杀进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对其新闻部门进行抄家,搜查进行了8小时从其电脑等设备上拷走了9、0多份文件,并检查和了解了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等交流信息。 虽然新闻部门的主编约翰·莱昂斯一直进行抗议并记录搜查过程。 但是联邦警察只给出该部门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这样的理由就不再搭理他们。 直到律师团队来,才有进一步解释。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门在2017年时推出了新闻调查节目《阿富汗档案》。 这档节目就揭露了澳大利亚军方涉嫌在阿富汗枪杀无辜平民和儿童。 这次的搜查重点就是关于这档节目。 但事实是这些内容只占到被带走文件的九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也是一直在挖澳大利亚冷静门的料。 这就很讽刺了,相信大家还记得。 去年开始澳大利亚就率先封锁华为,并且强调华为不够安全。 对此澳大利亚可是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炒作的点,甚至说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 今年美国的针对华为大计出来后,澳大利亚更是积极配合。 可能也是封杀华为这个计划里美国最忠诚的拥护者了。 现在,露出的可不只是马脚了。 直接对媒体行业动手了,搞了半天澳大利亚自己要监视自家民众怕别人知道了。 抄家事件出来后所有人都在说这是澳大利亚媒体的灾难。 完全背离了新闻自由的准则。 好笑的是,当记者采访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对于这件事和澳大利亚封杀华为的联系时,他居然甩锅了。 他回答记者对媒体行业的调查并没有背离新闻自由。 而这项对媒体的调查和之前媒体揭露的监听计划, 是在他上台之前制定的。 这前台词就是,别问我,问我也不知道。 现在这些曾经配合澳大利亚政府长期黑中国的媒体也许真的清醒了。 原来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在明修站到安度陈仓,转移大家注意力。 也不得不说现在西方各国的操作也是越来越有趣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